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西藏和新疆等议题 但回避涉及有关习近平遭遇政变等敏感问题 影片在网络上热传 而谈到前中国外长秦刚时 高志凯语出惊人称你永远不会再见到他 中央社报道 高志凯1980年代在中国外交部任职时 曾任以顾领导人邓小平的翻译 他经常在电视上担任评论员为中国官方护航 半岛电台节目主持人质疑中国增加在台海军演 及对台网络攻击 是准备侵犯台湾 高志凯说了 中国官方有关捍卫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论述后 主持人反问 即使他们不愿意成为你的一部分 台湾只有12%的人 说想和中国统一 高志凯称 一个中国政策并不取决于台湾人民 并强调 统一后台湾人都必须表忠 谈到新疆人权议题 高志凯把问题导向维吾尔族社区里有极端分子想要僵毒 还强调 相比于美国的关达纳摩监狱 新疆是和平稳定的地方 对于主持人念出联合国报告中 维吾尔人自述造行球的情况 他说 你是在说伊拉克战争吗 自中共三中全会起 有关习近平的传闻不断延烧 美国之音特稿评论分析 从习近平中风 其亲信外出视察不提习名字 到最新 中共军事高层 近期一栋频传 北京发生军变等 都透露出北京政局诡异的味道 此外 解放军五大战区 近期有三大战区司令员进行调动 也被解读 中共高层已有混乱 对于上述敏感问题 高志凯皆回避不谈 被问到中国人有没有言论自由 去批评习近平 他在一连串逼问后 坦言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敏感处 并称中国人可以批评政府 如果是正面的建设性的建议 引来主持人大笑 高志凯称习近平不会是个终身主席 对于连任时没有反对票 他称习近平确实赢得了全体人民和全党的尊重 主持人则说 你说是尊重 我说是恐惧 前中国外交部长秦刚落马的过程 让许多人瞠目结舌 从健康问题到被免职 自2023年6月以后 他就消失在人们的视野中 三个月后 时任国防部长李尚福也消失了 主持人说 想象如果是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或国防部长奥斯汀失踪了 没人知道他们在哪里 这可不正常 高志凯对此宣称 这说明中国毫不留情的对待腐败问题 他称秦刚因腐败丢了工作 被逼问秦刚人究竟在哪 他说 在中国某个地方 你永远不会再见到他 主持人最后问道 在北京 有可能举办像这样一个电视节目 让观众自由发问 且不会被威胁吗 高志凯说 在中国不要批评我们的主席 除非你提出正面的建设性建议 批评不是唯一的目的 但有建设性提议的批评 才是更好的言论自由 台湾的国防安全研究院副研究员施建宇 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分析 高志凯和中国政府的外宣主旋律不同 他只强调 五下忽略文公 如北京纪年提的九二共识 一国两制 可说是失败的大外宣 此外 他虽极力否认习近平是独裁 极权 但他除了没用这两个字眼 反驳的部分都落入了这些概念中 回到中国可能会受警告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人大教授发公开信 习近平病重 呼吁中共退场 自8月3日 中共政治局常委蔡奇 到北戴河看望休假专家 中共高层集体隐身 至今没有公开露面 网上则流传各种消息 包括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冷截复制 中共高层的公开信 日前 中共离休老干部 人民大学退休教授冷截复 再度发表 致中共两名军委副主席的公开信 提出成立中华联邦共和国的方案 与中共退场 周日 8月11日 冷截复证实了公开信是他写的 冷截复的公开信 是写给中共两名军委副主席 张又霞和何卫东 并告全国同胞 海外侨胞 他说得知习近平病得很重 不能工作 党政军的全盘工作 落在张又霞和何卫东身上 所以希望两人支持 早在2012年9月 冷截复就给胡锦涛和习近平 两人写了一封公开建议信 主要内容是以联邦制为框架 携手中华民国政府 共创中华联邦共和国 及联合政府 让中共退出历史舞台 当时获胡锡两人支持 但因不良者的干拢 我的意见被搁置 在公开信中 冷截复提到 2022年 在北京的立交桥上 有民众挂出大横幅共产党必须下台 几个大城市 有民众高举打倒共产党的游行 形势不容乐观 他说 如果共产党主动放弃一党专政 同时转轨变形为民主立宪制度 最终中共退出历史舞台 符合历史潮流 冷截复曾任中国人民大学分校政治系主任 2012年9月 他曾致信当时的中共党魁胡锦涛 以及即将上位的习近平 和当时的中共军委负责人 指出 如果要解决日渐分歧的民族矛盾 台湾问题和六四事件等 联邦制是最明智的选择 2020年4月29日 冷截复写的建议习近平主席 辞去党政军一切职务 致政协主席汪洋的公开信 9月份也流传到网上 信中指出 这是因为很多国家 要求中共国家主席 对这场瘟疫的流行负责任 并提出350万亿美元的索赔 当年 冷截复教授曾解释说 他认为他的建议已经过时 我那个信已经不算数了 时间已经来不及了 形势发展到这一步了 可能联邦也搞不了了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冲撞防暴警 中国外卖小哥集结暴动 综合媒体报道 杭州保安逼外卖员下跪事件 持续发酵 当局8月12日 出动大批特警质押后 有消息称 参与抗议对外卖骑手 全被封号 对此 美团13日凌晨紧急辟谣 引发舆论关注 8月12日 杭州西西市集中心保安 逼外卖骑手下跪事件 引发关注 当天下午 不少外卖骑手聚集至 事发现场抗议 逼保安道歉 有视频显示 许多骑手戴着头盔 聚集在事发现场 对这起下跪事件表达抗议 与此同时 当局出动大批全副武装的警察 到场维稳 强行驱离抗议的外卖员 双方一度发生冲突 视频中有警察喊 往后退 往后退 我们接到领导 都在 所有的事情 我们这里都有监控 抗议人群散去后 8月12日晚间 社交平台传出 将封禁前往西西市集中心 骑手账号的消息 网传微信群聊截图中 有人称 这次开着蓝牙的手机 去西西市集中心的 明天全部封号处理 并且附上了大批外卖员的截图信息 对于上述传言 8月13日凌晨 美团紧急回应称 公司未对任何骑手 采取封号 限制接单等 不利于骑手的负面举措 并称针对制造 传播谣言的账号 及背后推手 公司已采取法律措施 对于美团的紧急辟谣 大陆网民看法不一 有人在社交平台留言说 听说是股价跌了 才来辟谣的 好一个谣言 难道我的眼睛长了出气的 这次我宁可相信谣言 也不信美团官方回应 还有网民说 反正美团这回 真是寒了人心了 我们是不是应该 卸载美团了 没有工会 或者工会组织较弱的话 确实供人权益无法保障 对于这起保安 逼外卖员下跪事件 中国网民议论纷纷 有人感叹 本是同根生 相间和太极 底层何苦为难底层 也有人说 中国社会充满歧视 职业歧视 出身歧视 外贸歧视 地域歧视 现在不少外卖员 是经历了挫折的 不能容忍这般羞辱 在海外X平台上 有网民说 这 就不怕报更大的抗议吗 彻底不给活路了 逼上梁山的节奏 杭州的兄弟们 顺势揭竿而起 我们继续来看 下面的报道 官员贪腐落马如贪方 广东惠州 时常委7人涉案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官场 腐败司空见惯 近日广东省惠州市 贵州省贵阳市 河北省唐山市等地 接连爆出相关案件 高层官员 成群落马 当地媒体称 他方 贪方 是腐败 中国媒体统计 前惠州市委书记为首的 10人领导班底中 竟已有7人涉案 且前后 连续三任市长 都落马 综合媒体报道 原中共 广东惠州市委书记 陈一威被立案调查 以陈一威为首的 原惠州市委领导班底 10名市委常委 至少有7人落马 贪腐率达7成 而且连续三任惠州市长落马 中共惠州市 第11届委员会书记 副书记 常务委员会委员 共10人 这一届的市委书记 陈一威今年 7月被查 后任广东省市场 监督管理局 原党组书记 局长的麦教猛 2022年被查 市委副书记李敏 今年5月也被查 其他7位市委 常务委员会委员 也有5位 已经落马 陈一威和麦焦猛 先后担任惠州市长 在他们之前的 惠州市长李汝囚 也于去年8月被查 惠州 从2007年起 连续三任市长 都落马 贵州省会贵阳市 则出现连续四任市长 落马情况 贵州省纪委监委6日 公布消息 贵阳市委副书记 市长马宁宇 涉嫌严重违纪违法 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 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包括马宁宇在内 自2011年以来 共四任贵阳市长李在勇 刘文新 陈燕 马宁宇均落马 仅仅过去四个月内 河北省唐山市 已有10名省管干部被查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自我感觉良好 宁波帮富豪三天后 假装激动 据自由亚洲电台报道 习近平7月一封 给宁波及港企后人的回信 掀起商界连日来举办座谈会 研读习近平思想 信中主角包裴庆 与曹岐东纷纷亮相央视 对回信表示激动 大公报14日访问的一名 宁波级的香港青年 表示受到习主席的话语激励 该学生曾多次以不同身份 参加大陆交流团 专责接受左报访问 说好中国故事 有分析指 这种艺人分世多角的宣传 是为了讨好北京 只有中共感觉良好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于7月30日在新华社 以180字向包裴庆 曹岐庸等阻击宁波的企业家回信 要求他们积极主动融入 国家改革开放大局 其后亲中商界举办多场座谈会 又邀请中联办主任郑彦雄 听取意见 集体崇拜习近平回信 但回信的主角隔了三 四日才作出回应 8月2日 大公报网站刊出一篇 题为包裴庆传承宁波帮精神 为国家发展限力的240字短文 传王包裴庆的长女包裴庆称 希望继续传承宁波帮精神 弘扬中国文化 促进民族复兴 一日 人民网上载影片 包裴庆在香港宁波同乡会 现身再向习近平道谢 真的非常感动 非常感谢 他一直对香港的关心 香港的厚爱 他一直对香港的关心 对香港的厚爱 所以 我是真是很激动 谋仿大王家族曹吉庸之地 港区全国政协委员曹吉东 在同一场合表示 收到习总书记给我们的回信 我感到非常激动 我是属于宁波 在香港企业家的第二代 我们觉得我们责任重大 怎么把香港由智吉星做得更好 充分发挥香港的独特优势 刘瑞绍分析指 习近平向包 曹两家传统爱国商人回信 不排除未来经济政策 会汇集这批商人 因为企业家如李嘉诚在大陆的资本已大幅减少 其他本地商家在港发展的抑郁也不高 北京借着回马腔 点名赞包裴庆 曹吉英爱国 是想港企多投资大陆 刘瑞绍认为 南沿宁波企业家反应冷淡 但在谁站出来 说话便要投资大陆的潜规则下 商家的表态明显较以前谨慎 不敢站得太前 习近平的回信 也感召到在港的宁波青年 《大公报》周二 14日刊登一篇题为爱国爱乡 宁波及港青第一次回宁波 激动好奇的报道 记述一名中文大学学生贺伟伦的回乡新生 他特别提到 习近平给宁波及港企的回信 习主席的话语 将激励着我们这些后辈努力奋斗 爱国爱乡 翻查过去两年的左报 贺同学除了是中大学生 也是大公文会未来执行同学会的一份子 曾多次参与大陆交流活动 代表香港青年赞叹祖国发展 2023年 他以香港青年设计师的身份 参加大湾区创新创业基地体验团 同年 又以香港理工大学毕业生 参加香港青少年天津交流团 赞叹天津作为重工业基地 肩负起一带一路的使命 时事评论员刘瑞绍指出 这种生硬的样板宣传 只为讨好北京 不会在民间起任何宣传效果 刘瑞绍说 这可以看成大陆做宣传的文化 在大陆有很多个案 同一个人是医生 一阵时是教授 一阵时是劳工代表 他们 共产党觉得感觉是好 他们觉得做了宣传 觉得有反应的 其他人也会激动流泪等等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不到两年 中国8万家AI企业官张消失 据自由财经报道 在ChatGPT在2022年11月30日发布后 截至今年7月29日的期间 因扛不住算力成本 中国AI相关企业注销 吊销或停业异常状态的数量达 78,612家 因算力成本等压力消失 占同期新注册87.8万家企业总量 约8.9% 过去三年 中国注销吊销 AI相关企业 逾20万家 十年内 约共35.3万家 AI相关企业消失 至于新注册 AI企业家属 今年起至7月7日 共新增了30.07万家 AI相关企业 截至目前 中国现存180.43万家 AI相关企业 其中 AI产业体系相关企业 超过4500家 而完成备案并上线 能为公众提供服务的生成是 AI服务大模型 约180多个 注册用户数 突破5.64亿个 由于中国投资市场持续下滑 市场活跃机构数量也减少 进而缩减投资 导致AI行业融资热潮明显降温 根据CB Insights AI行业现状报告显示 去年中国AI领域投融资数量约为232件 年减38% 融资总额年减70%至20亿美元左右 根据不完全统计 今年上半年 中国对外投资活动的早期投资 创投 私募股权机构数量 分别年减23.9% 19.2% 25.2% 同时 单家机构平均投资案例数量 分别年减17.6% 30.4% 19.3% 搜狗与百川智能创办人 兼执行长王小川曾指出 中国AI大模型市场 未来将进入淘汰赛 预计第一阶段存留企业家数 恐不超过5家 为3家大厂 跟2家新创公司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中国银行业 7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大幅下降 据华尔街日报报道 中国7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2600亿元 远低于6月份的人民币2.13万亿元 也低于经济学家的预期 反映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借贷意愿 依然低迷 中国银行业7月份发放的新增贷款规模 较前月大幅下降 反映出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借贷意愿 依然低迷 根据华尔街日报 及于中国央行公布的数据计算 中国7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2600亿元 远低于6月份的人民币2.13万亿元 这一结果也低于华尔街日报 此前调查的经济学家 给出的人民币4000亿元预期中值 经济学家表示 7月份贷款发放规模下降 在很大程度上是季节性因素造成的 因为7月通常是信贷扩张的淡季 银行并不急于完成季度贷款发放目标 不过 7月份新增贷款规模 环比降幅大于预期也反映出 在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 经济前景不明朗的情况下 中国家庭和企业持续对增加债务持谨慎态度 在7月份低迷的信贷数据发布之前 中国央行上月末宣布了一系列意外降息举措 商业银行也纷纷下调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这表明 中国政府为自己信贷需求所做的努力 尚未说服借款人 根据中国央行周二公布的官方数据计算 7月份的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人民币7700亿元 6月份的增量为人民币3.3万亿元 社会融资规模还包括非银行信贷 中国央行表示 7月份的广义货币供应量M2同比增长6.3% 这高于6月份6.2%的同比增速 也高于经济学家给出的增长6.2%的预期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更请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于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